肖战还是小透明时参演了豆魄苍穹 虽然只是一个没有多少细分的乡边小配角 却也因为精美的扮相 青涩、自然、不落俗套的表演获得一片赞誉 近日,豆魄苍穹在海外播出 主演直接写了肖战用作宣传 吸引了海外侠呼本引伴前来观看 豆魄苍穹的收视率也遥遥领先于同时段其他电视节目 不仅豆魄苍穹王牌部队余生 狼殿下,庆余年在海外播出时也都是以肖战为一番做宣传 庆余年播出时,宣传海报上直接写明 肖战主演的《庆余年》上映中 肖战在海外的人气与影响力可见一般 焦羊棒我目前还在成都拍摄 本周即将杀金,下一部剧还在商榷中 肖战将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他的下一部剧也将带给观众前粉未有的惊喜 拍摄焦羊棒我时 肖战无论装发还是状态看上去都非常有少年感 每次开工时都剑步如飞,元气满满 每次收工时,尽管有时已是深夜 但仍然言笑艳艳,步履身风 因为盛羊作为一个家庭幸福 心思单纯 对事业和爱情满怀憧憬与赤诚的青年 烦恼和压力对他来说不过是多彩生活的点缀 睡一觉或是与朋友聊两句 一切不开心就会烟消云散 在这部剧中,肖战饰演的顺羊尽管工作很忙 但就像所有精力旺盛的青年一样 玩得花样百出,而且无比开心 比如奔迪,旅游,吃烧烤,打游戏,陪女朋友赏雨 逛街,难怪拍摄焦羊棒我期间 肖战直播的时候 整个人从内到外都焕发出一种朝气和活力 各种面部的微表情看上去也格外放松和可爱 与拍摄王牌部队时的感觉截然不同 故意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人 要背负太多他不得不背负的东西 眼角眉梢都是苍苍岁月留下的深刻的烙印 顺羊则让肖战感觉放松多了 与他本人的性格,爱好也十分契合 因此这个角色对于肖战可以说驾轻救赎 那么盲猜肖战的下一个角色应该是有一定深度和使命感 命运臣服仍然初心不改 从欢乐跳脱在阳光下快乐奔跑 额上的汉珠都折射着青春光辉的盛阳 到另一个成欲顿挫命运多舛的角色 肖战可以体验斑斓多姿的人生 对沉淀和提高演技大有必义 潜心抓眼和打磨演技 肖战怀揣承智天真的心拥抱每一个角色 他的作品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肖战抄话 对沉淀和提高